女孩撅着屁股卖力地擦地,突然,一双高档皮鞋出现在她面前,她立马用擦地的抹布去擦客人的鞋。 下一秒,女孩就被黑老大带进了房间,并点名要她服务。 此时,老板娘百般劝阻,因为女孩是个傻子。 屋内老大已经褪去衣服,露出了满身伤痕的身体,可女孩一点也不害怕,依旧有模有样地为老大按摩。 等她捏到老大的左腿时,竟然是条假腿。 可女孩知道后,还是依旧卖力地服务,却不知这一次相遇即将改变她的一生。 女孩名叫阿桃,是个越南人,从小因为乖巧听话,父亲对她很是宠爱,无论去哪里都要带上阿桃一起。 闲暇时候,阿桃便会唱起歌谣,婉转动人的歌声飘荡在山间,听得乡亲们如痴如醉。 但是安定的日子没多久,这天便发生了意外,阿桃的父亲为了给阿桃拿回风筝,不小心踩中了地雷。 当场被炸成了碎片。 年幼的阿桃看到父亲死在自己面前,不禁失声尖叫,这一幕成了她内心永远的伤痛。 从那以后,阿桃的智力便停留在六岁。 转眼间十几年过去,阿桃长大成人,不过如花看阿桃能干,便将她接到中越边界生活。 这是个相当糟乱的地方,迷乱的生活气息随处可见,阿桃因为人傻,被如花分配到最脏最累的岗位。 可虽然日子苦,但阿桃又很幸运,因为如花被地里做的是些皮肉生意,阿桃也免遭一苦。 这天,店里来了个黑老大阿邦,姑娘们怕得谁都不敢去服务,只有傻傻的阿桃还给阿邦擦干净了皮鞋。 这让酒精战场的阿邦感受到了一丝温暖,于是便点名要阿桃给自己服务。 屋内,阿桃卖力地学着姑娘们的按摩,阿邦很是喜欢,临走时候还特意给了阿桃一百小费。 不过阿桃不知道这是什么,举着钞票傻呵呵大笑着,下一秒,钞票就被如花拿走了。 阿桃过的就是这种被人欺负的日子,可他笑呵呵面对一切,或许换一个角度来看,这样的傻倒是一种福分。 这天,当地警察突击到访,要排查店里偷渡入境的人,恰巧阿桃并是其中之一,但他傻乎乎的还在继续擦地,甚至还跟警察打招呼。 亏得好姐妹急忙过来提醒他,阿桃才开始逃跑,好在最后有惊无险甩开了警察。 阿桃一路狂奔,来到了一户人家的阳台,此时家里阿辉正在看电视,没一会儿便听见屋内衣柜传来奇怪声音。 他打开一看,摔下来的女人正是阿桃,不过还没等阿辉说什么,阿桃便开口一句爸爸。 原来,阿辉每见的一颗痣,让他将阿辉错人成了自己的父亲。 听着女孩越南口音,阿辉猜出来他是如花的人,隔天便把阿桃送了回去,原以为只是一场萍水相逢。 不料两人之间的情缘才刚刚开始。 因为阿辉长得像父亲,阿桃便经常跟在他身后,做着一些童年经常和父亲打闹的动作。 阿辉被这个傻子折磨得够呛,一直以来对他很是厌烦,不过这天一件事让他彻底改观。 阿辉是个午夜游民,平常经营着路边卡拉OK,艰难度日。 这天阿桃又过来,拿起麦克风开始唱歌,虽然人傻,但他的歌声依旧和小时候一样玩转动人。 这让阿辉很是意外,很快大街上不满了听众,阿辉的生意因此大火,为了能多赚钱,阿辉花二百将人买了回去。 殊不知这个激动即将改变俩人的一生。 女孩洗澡经不关门,这让身经百战的男人有点扛不住,他主动上前提醒阿桃要注意。 阿桃啊,往后啦,不要这样这些男人占你便宜啦。 可阿桃是个傻子,根本听不懂。 我得一起背。 自从入住阿辉家以后,阿桃便开始了清洁模式,把阿辉陈旧几十年的衣服、鞋子刷了个一干二净。 阿辉家也变得像一个家,生活也在发生悄然变化。 为了能让阿桃合法工作,阿辉找到警局朋友,让他们帮忙办了个赞助证。 从这天起,阿桃不仅不用东躲西藏过日子,还可以正大光明上街唱歌,凭借着阿桃出色的嗓音,来玩卡拉OK的人越来越多,可有时候也会碰上布老师的,上来就是动手动脚。 阿桃傻,不知道反抗,可阿辉却看不下去,上前阻挡男人,不料男人将他一拳打趴。 阿桃看到后,想都没想,拿着麦克风砸了过去,看到女孩为自己出头,阿辉第一次感到心里很温暖。 隔天两人照常出摊,可阿辉却遇到了前女友,他以为女友会心转意,不料女人老公却给了他二百块钱,说是当赞助。 阿辉被羞辱得很没面子,回到家后,他看着钱默默发呆,接着便讲起来自己和女友的故事。 他从小和女友青梅竹马恋爱八年,一起参加了滇剧团,可不料后来随着外国大片入侵,滇剧团观众越来越少,没多久就解散了,女友也跟着有钱的老板跑了。 讲到这里,阿辉哭了,阿辉看到后虽然什么也没听懂,但是却一脸感同身受,跟着哭了起来。 也就是这一晚,阿辉有点喜欢面前这个傻姑娘,夜里她忍不住躁动,慢慢靠近了阿辉。 可谁料,阿辉却因为听到雷声,想起来父亲被炸死的情景,突然发了风大叫着离开了屋子。 这不禁让阿辉有点扫兴,隔天,她带过来一个女人,想弥补一下昨晚的遗憾,可阿辉以为这个女人是跟自己抢工作的,于是便偷偷溜进屋子,将阿辉和女人的衣服全部扔到了楼下。 阿辉因此不出意外被赶出了家门,可她不甘心离开,便拼命拍打门窗,可没一会儿,屋外就没了声音。 阿辉出门一看,地上散落着阿辉的随身物品,其中还有一条项链,看到这上面的照片,阿辉才知道阿辉亲近自己的原因。 很快,她带着东西向灯门道歉,可如花根本不放人,因为在几天前,阿辉已经被阿邦买走了。 阿摩店女老板出卖色相给穷小伙,却只会从她嘴里掏出来个傻子的下落。 这一下,阿辉彻底怒了,她没想到,如花竟可以为了钱,将自己的侄女卖给黑帮老大。 原来几天前,阿桃趁着上洗手间的功夫偷偷逃出,老大阿邦苦寻无果,便来到阿辉家里搜查,甚至不惜让如花出卖色相,以此套出阿桃的下落。 对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,阿辉嗤之以鼻,隔天阿辉收拾行李,便要去乡下参加朋友婚礼。 在掀开棚布时候,阿辉发现了躲在棚布下的阿桃,不过她什么也没说,只是开车来到早餐店,买了几个饼给阿桃吃。 但这一幕,也被车里的人看到了,两人来到乡下参加新任婚礼。 这里有个习俗,新娘咬新郎的手,寓意着这辈子咬定她。 这一幕,让阿桃深深聚在脑海中,两人在乡下游山玩水, 度过了一段很快乐的时光,可不料在回去路上,他们遭到了黑老大的堵截。 阿辉开车,一路逃亡到木材厂,并和几个男人火拼,可对方人多势众。 很快,阿辉败下了阵,在生命受到威胁时候,阿辉集中生事拔下电插头,将其中一个男人电晕。 接着,又跟另一个人打了起来,两人在木堆上激战。 好在阿辉最后一榔头,把男人砸了下去。 有惊无险过后,阿辉选着声音找到了阿桃,不料却遇到了阿邦。 男人手里还拿着手枪,阿辉根本毫无胜算。 随着一声枪响,阿辉倒下了。 车里的阿桃看到这个场景,瞬间疯狂大叫着。 可阿邦不在乎,上了车后,他给阿桃松了绑,并声称自己以后一定好好对他。 不料,阿桃却因为阿辉的死心生杀念。 在回去的路上,他竟拿起了一旁的手枪,直接给阿邦来了个爆头。 可他根本想不到,阿邦其实只是射伤了阿辉的大腿而已。 而之所以买下阿桃,是因为他想收留他做女儿。 故事最后,阿桃被判定精神失常,遣返回国。 阿辉因为过失杀人,被判了牢狱之灾。 在被遣返回国前一天,两人见了最后一面。 阿桃拼命追着车,并狠狠地咬了阿辉的手,希望这个男人能够记住他。 随着车速越来越快,阿桃被抛在了后面,他大声痛哭,虽然心智傻傻的,但阿桃知道,这一次分别后,他们可能再也不会相见。